新民收視,我們先來關心到家紀市的消息 新冠危險疫情持續的嚴肅 接受紀家家里和紀家僵業的民眾 必須點在家裡14天 那時發生不是新冠危險的背景 比如說疫外、中傷和安科、皮膚科頂頂的一杯 不好就醫要怎樣 家紀市政府沒有合22間的醫療醫所 這次推出萬計的視訊金療學部 給家紀家家里的民眾就醫的問題 為新教科技民眾新婚、身體狀況 以及主義訴求後 指定適合的病院也就是精速做萬計的精療 有個人管理師跟別人亦定跨境時間 通行軟體 這由醫生在精療金跟別人四次同位跨境 讓進行接受紀家減益 也就是家里的民眾 可以安心接受專業精力 這是家紀市政府配合武漢企業 以前所推出的四次精療主義留定 目前有22間醫療醫所及入診療行列 看這個方式跟面對面問診都一樣 這個系統可以透過我們很多的你的視訊的app 或是你的手機上的各種的方式 只要能夠讓醫師可以跟你聯繫上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不用出門 也可以看病 那看病包括各種科別 當然如果真的是發燒 還有呼吸道症狀的時候 我們會立即安排就醫 那如果是一般的其他的疾病 比如說眼科皮膚科 甚至一般的腸胃不舒服等等 我們透過視訊通訊診療的方式 即時的可以診治然後送藥 然後給民眾最缺切的這些需求 來解除病患的病痛 疫苗已經刺激新聞 近日隨著境外他入個案增加 國外路由緊實提高 他規定需要幾家隔離幾家減益 阻止健康管理者一定會越來越多 民眾在14天來的隔離期間 若是有發生 不是發生 或是好吸道症狀的就醫訴求 這一期可以讓它轉算 恐嚇二三十億以五空 由各自衛生局 指定22基於醫療應所細心化症 千萬不同違反規定 主行瓦醇 四星星無人丟頂順 翁秀山 家義七 蔡鳳報道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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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輩子 快抵抬那個 Compact 先回來 OK iller